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轟動囉 第一個,我們先打開APP 它會自動搜尋 因為我們的這個藍牙晶片是專用的 所以說它不會跟其他的那個機器連結 只有說你在打開APP的時候 它才會自動連結 我們先開機看一下 現在你可以看得到,如果我按潛中 它也會跟著跳,是同步很及時的 我們先選一個潛中 但是我們現在今天的話 可以看得到,今天我們想要烘的豆子 是伊索比亞科奇爾雪莉圖 G1日曬,這是日曬豆,可以看得到 OK 首先我們要把蓋子打開來 還是一樣,確定把蓋子都要按緊喔 蓋緊 但是在之前我們可以看到文件裡面 我在這裡面有一個747取學綠圖200克 因為我們今天是烘200克 所以它這有舊的曲線 我覺得應該可以使用 我在這裡就按使用齒文鍵 這時候我們一按開始 它就開始跑了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像今天 我們在室內烘 這個剛剛二十幾度 二十八九度 其實我會認為說 我可以在這個時候 隨時可以去調整它的溫度跟時間 可以剛剛看到的話 我現在調一百五十三分三十秒 做基礎 因為這個豆子不難烘 所以其實三分鐘其實都可以 而且它這個豆子的銀皮多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一百多度的時候 它會把第一次的有一些銀皮 已經開始在飛到上面 那因為它的前段的時候 銀皮就已經飛到上面 它也會增加它 產生一個快速聚熱的效果 除了一百多程 只會吐 sommeting 有些銀皮等 面接太多了 ok 夕주고 cio 球 OK 你看到 現在的银皮 初步的银皮 這是日曬痘 時期 很正常的現象 初步的时候银皮已经开始向上飞了 其实豆子的颜色也经过它脱掉第一层银皮的时候 已经也开始会有看得到它原本 有时候像日晒豆的话 它感觉起来就是说豆芯会比较靶一点 然后水起豆的话 它就因为水分的关系 它会比较深色一点 比较沉一点的颜色 渐渐的你看豆子已经有一点开始颜色就开始渐渐的有一点点变化 有一点点黄绿黄绿白白黄绿黄绿的感觉 其实所以我就说我们为了让后面比较好发展 所以我们给它多30秒无所谓 原本我们是摄定155度 但是我觉得150度在今天的话 这个室内的温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开始有一点点好像在转黄 已经开始要有一点点梅纳的开始 从黄绿的话就表示说它已经差不多熟到豆芯了 我们温度你看就压在这150几度的时候 是给它时间了以后 豆子的温度开始跟上 那豆子本身它的颜色也开始变化 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的设定是2分30秒 2分30秒 温度勒 我检查一下 我们可以随时检查温度 再次这样转一下 可以看到175度 设定的是175度 温度也不是那么高 因为这一只豆子还蛮好烘的 所以175度 2分30秒 它我们等一下来看 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来看 它的豆子 它的颜色 它的变化是 在声音乐 是最终的 有的 小伙子 不需要 它在比较 可以看到 不需要 加图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其實 而且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它 溫度不是那麼高 但是它的色澤很均勻的在變化 不會深深淺淺的 那個顏色 豆色的話 落差太大 現在這樣的話 都發展非常均勻 在最早的時候 我們在折折木枝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懷疑說 我們這個 不是像一般的這種浮風式 吹到天空上面的 到底會不會均勻呢 那其實 答案就出來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收到的訊息 沒有一個人 再提這個問題了 因為事實甚於雄變 我們看到烘焙出來的結果 我們每次烘焙都是很均勻的 只要 你的時間把它調整正確了 讓它適度的去發展 它就會均勻了 並不一定 一定要把豆子吹到天空上面 豆子才會變均勻 這時候可以看得到 其實梅納它是還發展的蠻完整的 哦 所以可以慢慢的再走到下個階段 下個階段的話是 就是講究的是一爆 我們現在看到它 在這個時間的話 只要做到一爆的時候 再尾段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用拉太長的時間 避免在高溫的時候 它的風味 會損失的比較多 但是還是一定要在 190度以上 讓它有焦糖化反應 增加它的甜度 也犧牲一點點 其實我們現在都可以 都可以聽得到 這個有一爆的聲音 開始有一點點再出來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抓一爆蜜 抓一爆蜜的時候 我就會減少時間 我們可能這一次要把時間 可以縮短 而且這時候的話 空氣中已經散發了一個 好像那個烤玉米的香味 還有一些水果的香味 還有一些的甜香味 都出來了 在這時候 我覺得我這一次 是可以把它再降一點時間 原本的 這也差不多再一爆蜜了 可能降一點時間 不要讓它發展得過頭 好 已經一爆蜜了 OK現在第四階段的話 事實上 我們可以檢查得到 我們是205度 但是不需要溫度那麼高 但我會把它退回去 因為在現在的環境來講 它已經發展成熟了 然後我覺得可以再給它一點點時間 讓它有一點點像熟成一樣的感覺就好 這很清晰的一爆蜜 這時候風味是最足的時候 一般的潛中 我們是很建議在這個時候就結束了 OK 我們順利完成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手機 我們在這個時候 這個整個螢幕的話 是要用螢幕截圖的 我們這裡也可以按保存 把這一次的烘焙記錄的時間點 在這邊輸入了以後 就可以儲存 或者這邊按保存了以後 在下面的話 是可以把這一次的烘焙體驗 在這裡做分享 跟大家分享這一次的烘焙的結果 OK OK 我們現在開始卸到囉 就是按壓一下 可以看得到 這樣放下來 然後 然後 滑 OK 看看他這次會不會有一點點卡豆 有卡豆我就可以教大家 如果萬一卡豆 就是這個地方來搖一下 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豆子正好有大有小 這次看起來豆子都有發展 而且有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點 小小的那個 這個暗油光的感覺很漂亮 很漂亮 好這就有一點 你看下不來 再搖一下 因為它正好正好正好有幾顆正好夾在這個縫裡 OK 好 我們放下 我們可以看得到 日曬洞很漂亮很均勻 然後就要把它關回去 這時候我們來檢查一下銀皮囉 我們看到底 我們看到底銀皮有多少 記得 開蓋的時候要前後 不要 不要左右 為了安全性 來檢查一下 現在這一次銀皮有多少 你看 你看銀皮是非常多 而且 在這次 烘焙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一爆的時候 其實 它將近差不多八分鐘 七溫半八分鐘 就已經開始移爆了 這一分半 我們看這裡的話六分鐘 七溫半 都已經開始移爆了 所以說它的聚熱效果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好 銀皮這麼多 所以我下次我都會覺得 如果在烘這個洞的時候 這次是200克 我都可以減150克 因為我這次 在這裡量的話 我的電壓是113克 原本的火力有比較大一點 我之前的 可能是110克 所以火力大一點 所以下次的話 我會建議 在這一支 就可以用150克 會烘出來不論線條 好過效果 可能會更好 OK 今天我們的烘肉到這裡 謝謝各位